看我这个出生点 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对劲的呀 没错 撤离点 它不见呢 假如是你们要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哎 没想到呀 这百年一遇的复活点 居然让我碰上了 起初吧 我还没当回事 没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听说只要是复活在水城 都是没有返回点的 也不知道真假的 这把式单排 复活点刷的都挺简 稍稍打多一下 说不定有意外是活 哎 抽到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裸奔的 话说三图白嫖 一具能赚多少 不管了 照单全收 捡个狗牌 溜溜球 哎妈 又碰到一个 好像突然假的 卧槽 还是个蓝胖子 先拿刘带 换他一个 哎呦 偏了一点 哎呦 红光红光 哈 肯定是把蓝胖子 给他扒拉下来了 哇塞 两个六级套 还有精致没控 我喜欢 拿 好的全拿走 啊 吃饱喝足 看看这把车里点在 哪里 没有撤离点 完蛋了 这天旋之神 被我给当上了 哎 不修复bug就算了 连撤离点都不给了 那么 长点心吧 按照此刻的情景 来看 除了撤离点以外 还有一项撤离方法 就是信号枪 而信号枪 除了能在黑市供办 还能从武器箱里开出来 没错 就是这个 小蓝枪一定就在里面 呃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哎 不对 黑市 黑市 黑市肯定能卖到 我给奥 还那么让人活呢 谁买的呀 你出来 我保证不打你 我信你个拐 损都让你多玩了 啊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这120万 可不能打水漂亮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 欧皇打法 开箱 哎 高调开箱 撤 好了 如果你在游戏里有啥屌有趣的技能 欢迎投稿自我的邮箱 奔奔解说 RT163的港 说不定你就是下一期的主角哦 拜拜